LAYO 兩世紀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曲折羅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黑軟在5月31號的凌晨 打了非常多的比賽 整整打了12個小時的世紀帝國 都是天梯 那總統也要打了一些自己約的比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場天梯是遇到了卡布奇 曲折羅倫 先來介紹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位於9點鐘方向 藍色的文明 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打獵的速度 非常快速 吃這個大象 還有吃這個野生動物 後面的這些在那裡 駝鳥 斑馬 都吃得非常快 他的馬攻的攻擊速度也很快 到了中後期 這個肉馬到了封建時代 會自動提升20%血量 帝王時代算30%血量 整個節奏打起來 是圍在騎兵路線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對手 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是大約為1點鐘方向 還是2點鐘 這邊紅色的文明 選擇了曲折羅倫 那曲折羅倫開局呢 會受兩個果樹蟲 是因為這邊信仰動物 可以放到這個模仿裡面 去慢慢產生食物 所以開局的時候呢 會比較建議 一隻村民馬上就去補下模仿 讓所有的羊妹妹放到裡面去 慢慢產生這個肉 那曲折羅倫呢 他的主力呢 是他的騎兵部隊 閃地馬還有駱駝 後期有相公也可以使用 那相公部分呢 算是打蒙古一個不錯的單位 甚至可以跟他做個55開 或者是一個64開的開局 那後期的這個閃避馬跟駱駝 打蒙古人確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卡布奇上方的黃金 跟後方的石頭 木區的話有三片還不錯 那黃劍部分一個在前面 一個在後面 雖然這個金礦是在後方 但是旁邊沒有樹的關係 所以也不到非常好 但至少算是個救命金喔 當然應該這把會用到救命金的機率會比較少 畢竟主金都在正後方 那我個人覺得這張地圖還算是不錯的 那HERA這邊的地圖呢 也是金子在後面 果子在前面 那這邊地圖呢 圍法是相當輕鬆喔 這個木頭就還連在了一起 有點算是天土了 右邊這裡甚至圍一下 果子稍微圍出來一點 這邊只要守這個窄口就可以了 甚至圍死也沒問題 這張地圖可以說是天土啊 後面居然還有石頭 黃金也在裡面 但是他的腹筋喔 就沒這麼好過了 都在正前方 連腹石也是喔 欸不是這個是他的主石 主要石頭在前面 腹石在後方 那我覺得這種地圖就可以稱為天土部分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天土的HERA會怎麼打這張地圖 那HERA這邊呢是又偷了一個織布 最近越來越多的職業選手 開局都是偷了織布技術 封建時代上去喔 才在點織布的 好這邊駱駝 現在黑暗時代就能打得贏嗎 看一下 打到有點五五開 封建時代駱駝才會比較厲害 因為黑暗時代只有兩點傷害喔 雖然血量上一樣是氣勢低血 但是封建時代傷害才會變高 這裡還要想要再繼續換嗎 被射到一刀 完蛋的 好了 HERA這一波換到血量只剩下五滴血 這邊駱駝刺猴一刀就可以搞定 這個 刺猴了 就算一般的刺猴也行 不用駱駝刺猴也行 OK 開局還是要走奇兵路線 落馬 那Cover去 這邊是要把家裡稍微圍一下 這邊稍微圍著 就離躲這個窄口就可以了 OK 好 左邊部分 HERA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 其實他的地圖是非常舒服的 好 血量很低 取者羅倫的駱駝血量有點尷尬 OK 還好這個跑速上駱駝是比較慢的 1.45 那刺猴騎兵是1.55 差個0.1的跑速 好 兩邊封建時代都是出落馬開 但是這面Cover已經圍好了 甚至要圍死了 甚至連木門都準備好了 好 那HERA左邊還沒有圍好 反而是補下了雙射箭場 哎呦 鬼轉雙射箭場 馬就之後鬼轉雙射箭場 這個有點厲害了 但是兩邊地圖都不錯的情況下 雙射箭場還能打鬥東西 好 4個人挖金礦 那如果是雙射箭場不斷攻兵的情況 至少要7到8個人挖金礦 才會比較穩定 好 這邊先用洛馬把對手給逼退 好 這裡更多洛馬過來做攔截 好 看一下正面的操作 好 雙射箭場開始慘攻兵 但是沒有兵攻場 暫時一擊射點不了 好 現在有這麼多洛馬跟工兵 工兵也可以反擊槍兵回去 現在往前壓制 問題不大 好左邊補了一個冰工場 這裡補下之後一擊射應該也能點 好 好 再射一下 搞定 洛馬兩隻直接倒地 好 卡布奇這邊點一下一擊馬卡 馬卡點完之後 要轉射箭場防下工兵嗎 HERA這邊是超高超級爆產工兵路線喔 雙射箭場產工兵很快 但是這邊有稍微小小的斷工兵 為了點一擊射 而且挖金也補到8人的關係 所以黃金一定沒有辦法支撐雙射箭場 去穩定出的 一定會稍微小小斷一下 那卡布奇這邊是點下的品種 想要用這個肉馬 隨意實戰 射箭場沒有在裡面補 走的是一個非常偷的一個流程 好 但是他的最重要的魔防被遺留在外面了 如果這個魔防不能守住 裡面8隻羊可能會被HERA給拿走 可能就要GG 所以這邊要非常小心 好這裡一攻一防品種都點了 卡布奇準備使用一堆肉馬 解決掉這一坨大兵了 OK一攻也好了 這邊找個機會切進去 後面有補槍兵嗎 沒有 這邊繼續補工兵 工兵順便集合 10隻工兵配上9隻肉馬 那HERA這邊是配7隻肉馬 9打7 但工兵出動越來越多 HERA這邊是補下了品種 想要等品種好再開戰 這部工兵這裡被稍微小小包到了嗎 兩邊的軍力稍微拉開 HERA想要等品種好再回頭打 OK回頭一打 現在前方有坦了 卡布奇這波沒有辦法拿到太多的甜頭 有品種的肉馬 要還要應付後方的工兵 確實是不太容易 而且這裡好像也沒有獲得高打地的優勢 基本上是在平地開打 OK卡布奇這邊也想上高地 HERA第一時間把高地給佔據起來 這邊對打的話 HERA的工兵還是有數量上的優勢 好再收掉一隻肉馬 最後的肉馬只剩下兩隻活了下來 HERA是損失了所有的肉馬 好這隻是剛出來了 第二隻也在慢慢纏 好一攻一防的肉馬 確實有料 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後面再補下第三個馬就 三馬就出閃避馬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個流程 好那這個時間點 就是卡布奇的最大難題了 要怎麼守到城堡時代呢 HERA這邊還沒有辦法點城堡時代 但是軍力上面呢 是明顯領先對手 好這一先想要射破城門 還是要先把這個魔防給打掉呢 好殘血的駱駝刺頭居然還沒有死 兩滴血 好這邊開始先產出大量駱駝 哇食尚駝駝路線了 好駱駝刺頭出到了五隻 好先點了一個二級馬卡 看到升級卡布奇 HERA應該要趕快拉回家 等好升級工兵再出門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時間點很容易被包到 但是HERA這邊想要給他最大的壓力嗎 16隻工兵確實不好打 好閃避馬開始 量產 那卡布奇這邊的駱駝數量 直接變身為駱駝騎兵 好左邊終於發現可以圍死 好輕輕鬆鬆 地圖相當舒服 但閃避馬快要來了 HERA這邊回去來得及嗎 沒有城門 只能低房子回家 好這裡房子被低 但是工兵好像進不去 不是 肉馬這個閃避馬好像進不去 工兵可以進得去 好工兵進去之後 這邊歸宿一下 等一下奴兵二級射 好了 才能出門了 好左邊有一個進攻 好這裡可以補一個大學 好肉馬升級 弩兵三級二級射 這裡可以來補一個大學 直接先補房子 好為了開TC 不先下大學彈道學 而是先走了一個開農路線 那卡布奇這邊 早就已經下到了雙TC 現在也是正常開農 但是走閃避馬路線的關係 現在肉剛剛有點斷掉 TC IDOL來到2分半 好卡布奇這邊可能要開戰了嗎 閃避馬上前 這樣還有啦這邊也是轉駱駝 這裡可能要先把駱駝射光 才有機會打得贏 駱駝先解決很重要 OK駱駝打完 那現在自己的弱駝 就可以有效反擊對方的閃避馬 還有啦這邊的點發點得非常漂亮 大概死了5隻左右的弓兵而已 但是把對方的正面大軍全部解決了 那現在卡布奇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轉奴炮 或者是轉更多的閃避馬跟弱駝 才有機會打贏正面 那這裡先按一台投石車 投石車可以從後面偷偷拍過去嗎 這裡並不是一個出來的好時機 還有啦 決定要先把裡面的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給逼出來 卡布奇這邊會先上前 然後再把投石車放出來 自民一擊嗎 好這邊打得很小心 卡布奇這邊也不急 高地的工程器製造所 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好 好工程器製造來到了19隻 外面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東西 3TC 好繼續農 現在目前雙TC 農上去 卡布奇打法還是比較偏軍師一點 因為現在他的軍師是稍微有點劣勢的 沒有辦法穩定讓Hera 給回家 現在軍師上輸的話 一定要多補一點兵力 好投石車拍一下 派到了Hera幾隻工兵 但沒有傷到他的核心 數量 只要維持在20隻左右的工兵數量 還是可以對駱駝進行大量打擊 這裡駱駝要往前嗎 還是要按個奴炮呢 兩邊 神情相當緊張啊 好第三個TC 要不在哪 還是先繼續報兵 但Hera這邊3TC已經運轉得很舒服 兵力在前方 但是農田村民也是一直繼續補下去 卡布奇剛剛好像賣掉了石頭的關係 現在石頭也少了100 開TC可能要靠買的方式 好正面這個洞 好像意識到 欸好像能溜進去 Hera這一波有點失誤喔 欸可以發現可以進去 但是沒有選擇直接往內衝 若綽看到閃兵馬裝後面 趕快出來打一下 有洞 欸呦差一點把它圍起來 但是卡布奇很快就回頭了 這裡是一個死狐蟲 好正面部分 還是留有兩隻閃兵馬進去了 好把這個洞口堵死一下 好公兵繼續往前了 Dable卡布奇有機會包夾成功嗎 駱駝趕快過來自圓閃兵馬 閃兵馬趕快去打工兵單位 這裡再補個奴炮或投石車 拍到一下就可以逆轉 好閃兵馬好像沒有碰好喔 被駱駝抓掉了一隻 好結果投石車砸到自己人 卡布奇有點小小的尷尬 現在出名書差距開始拉大了 Hera現在是81吋 領先卡布奇69吋 27隻的弓兵 Hera完全沒有出馬弓 反而是走了奴兵路線 奴兵的優點 形成快速 造價便宜啊 但是缺點呢就是沒有那麼快 而且蒙古的馬弓的增加攻擊速度 也沒有辦法在奴兵身上使用 好那還是3TC弄得蠻開心的 這裡開始挖石頭囉 正面補一根城堡 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這裡目前卡布奇有兩個高地 Hera先站了右邊的高地 想要以高打第一壓制對手 投石車往回拍 沒拍到 再度往前 往前拍了一下 但是又沒拍到 好 看來稍往後拍一點 比較有機會 駱駝被點掉了第一隻 但是沒有彈到血 其實有點歪 好這波大戰準備要開打了嗎 閃兵馬上前被poke了幾下 駱駝不輕易開戰 一直自己使用遠程的攻擊優勢 換掉了一些單位 卡布奇這波可能要趕快ALL IN一波了 分數越差越大了 來到差距1000分了 雖然卡布奇現在也是3TC開農 但正面部隊依舊沒有辦法解決 這些攻兵的話 待會升到地龍時代也會不好打 這裡投石車有很好的一個機會 拍到三隻攻兵 再一下 哇最後拍到了一隻攻兵 最後死了四隻攻兵 再一發 預判成功 Hera這一波被毒星成功了 血量有點掉了一下 但是後面的攻兵又補了上來 數量還是維持在28隻 現在攻兵的數量很重要 好拋取劍狀 哎呀這一波並沒有換到太多的攻兵 開打的話 可迪斯自己會有點小推 好要繼續按投石車嗎 還是要轉弩砲呢 好 好 Hera這邊買賣一波 先點一下彈道學 存下落 直接斷村 升帝王吧 好把城堡直接往前蓋 拉在中央線的路上 哇這個中央補城堡 好 給到卡布奇非常大的壓力 好 帝王時代可以補了 但是這邊還少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或修造院的關係 現在城堡 帝王時代還不能點 等一下等這個城堡蓋好 好蓋好了 帝王時代趕快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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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a這邊是繼續補下了蛙鏡的村民 黃金村民宿現在來到了22村 接下來要看的細節 是Hera要不要轉下馬功呢 還是要直上強姆 然後目前看起來是直上強姆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可能沒有打算要去補下馬功路線了 工兵這邊還在繼續補 好 卡布奇這邊也升帝王 遊戲時間來到38分鐘 兩邊都還沒有大規模打鬥 所以兩邊的兵力都已經快要來到200人口 Hera這邊正是領先40人口 卡布奇只有141而已 好 分數越差越大了 現在Hera的經濟分數來到了4000分 卡布奇只有3000而已 而軍事也蠻低的 那為什麼Hera的軍事那麼高呢 除了軍事數量以外 剛剛還有這個軍事沙底 一直用這個工兵去偷換單位 賺到的分數也是蠻多的 但是分數一直都不是決定會不會贏的關鍵 而是中後期的轉兵燒 還有這個多線 才是能夠拿下比賽的勝利的關鍵 好 卡布奇這邊沒有因為自己分數落後 何投降 而是還是想要找個機會 打出一番優勢出來 那Hera的地圖實在是太好了 真是天圖開啊 滴水不漏的防禦 只有下面這個承認中心 也稍微能打一下 欸 這裡有個洞喔 好 Hera這邊點下了強奴 三級弓 還有化學駱駝的升級 結果不是三級射先生嗎 竟然是先三級弓 駱駝的山弓 直接轉肉馬 有沒有可能呢 好 巨型頭吸出來 這邊閃避馬 稍微去野外繞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Hera在野外挖礦村民 好 地獄實在斯上去 重裝駱駝還有一分半 三級馬卡 找個機會點一下 OK 點下了三級馬卡 Hera要點下了大肉馬 沒想到這把兩邊打得這麼保守 OK 後面有一些駱駝 開始看到這些閃避馬 抓了幾次過去 好 巨型頭吸也開始研發工程工程師 增加了點射程 強奴數量來到了40隻 這邊可能還要再點個閃避馬升級 才有可能打得贏這些強奴嗎 不然這些強奴只靠駱駝 是有點吃力的喔 看卡布奇好像真的是要用駱駝吃強奴 這難道是攬圈共九頭嗎 好 先把駱駝往前拉 強奴開始慢慢往後拉走 要不要收到城包裡面呢 這邊駱駝低打高 強奴高打低 右邊的駱駝戰線一致排開 駱駝往前收掉巨型頭司機 第一台有機會 第二台應該是沒有辦法 Hera駱駝開始往上往前輸出 強奴數量開始慢慢往下掉 剩下20隻的數量 但是還是明顯擊殺掉了非常大量的駱駝 卡布奇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一波帶走卡布奇 這個Hera的遇到駱駝人打法 是選擇了強奴跟駱駝路線 這個打法確實蠻壓制住駱駝的 這個也是打不太贏 卡布奇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策略 就是走這個 戰毛配駱駝路線 但是戰毛兵的缺點很明顯 就是攻擊速度太慢 也沒有辦法跟Hera的強奴的攻擊速度相比 可能正面打完之後 自己只剩下戰毛兵 但是對方的駱駝還一大堆 那就很尷尬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升利 資源真正贏了快到1萬資源 蒙古可以把自己的經濟搞到這麼好 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但是還是要靠自己的強大的經濟跟軍事 才能穩定下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最後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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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